哈喽大家好 我是在马来西亚中国人7号雨幕 上一次我分享了去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产检的经历 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分享 没有想到大多数都建议去公立医院会比较好 跟我身边其他的一些朋友的建议差别还蛮大的 所以我今天呢也想要来聊一聊看 自从怀孕过后我感受到的那些不一样的观念差异哦 在中国呢我的朋友啊家人啊基本上呢都会选择去公立医院生小孩 一个是因为长久以来我们都认为公立医院的医生比较的专业 医疗器材配备呢也比较的完善 那以妇产科为主的私立医院呢也是近几年才慢慢兴起的 大家对私立医院的印象普遍只是空间大服务好 医疗技术方面呢还是会有一些存疑的 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在公立医院生小孩 是可以用生育险来报销生产费用的 私立医院呢通常就没有办法报销 那在马来西亚呢我遇到一大部分的朋友 都是选择去私立医院生小孩 也可能是因为我老公是槟城人 很多槟城的家人朋友啊 大家好像对公立医院的印象都不是太好 有的认为公立医院很旧很破 需要跟很多人挤一个房间 又担心会遇到技术不太好的医生护士等等 所以大家会宁愿多花一些钱 去印象中比较好的私立医院 指定医生享受比较好的环境和服务 但刚好今年呢 我也多认识了一些吉隆坡的朋友 反而大家的观念呢就比较的不同哦 会说很多公立医院现在环境也都不错啊 而且如果真的运到很紧急的情况 也是会叫你去公立医院的哦 虽然我还没有确认 最后要去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 但我要考虑的因素也比较多 比如说老公能不能进去陪产 员工通等等问题 那等我了解清楚过后呢 会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吃什么的观念差异呢 其实很常发生在老一辈 和年轻一代人的身上 比如说我妈跟我 因为像我妈妈怀孕的那个年代呢 物质生活各方面都还比较的匮乏 不管是去医院检查的流程呢 还是平日的饮食 都跟现在相比实在是差太多了 所以他们总会觉得说 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 怀孕期间呢你能补就补 那该忌口的要忌口 要给小孩子呢多吸收一些营养 什么燕窝海参 大鱼大肉统统都吃起来 那其实吃这么多补品就一定好吗 在怀孕期间就一定要变得很胖吗 反而年轻一代人的想法呢 比较多都相信科学饮食营养均衡 比如说我自己是除了生食酒 过于良性的食物不吃以外 其他都基本上没有什么忌口 至于进补方面则是根据医生的建议按阶段 适量的补咯 初期阶段呢我比较缺铁 就会多吃一些绿色蔬菜 还有鲜榨的果汁 然后搭配一些补铁的药 那像燕窝等补品呢 我则是秉持着适量吃就好的原则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食物都不应该过量 均衡搭配就好 其实我们也是有问过医生呢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 而且有的孕妈妈呢还会有妊娠血糖啊 高血压等身体问题需要注意 所以饮食方面不见得大补就一定好 其实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呢才是最重要的 这一个观念差异呢 可能不只是老一辈的想法不同 有一些年轻人之间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哦 在怀孕初期的时候呢 我就买了一本书叫做DK怀孕百科 希望可以通过书本的讲解更详细的了解 关于孕期的知识 那书里面呢就有提到了 孕期运动主要是为了强壮肌肉 改善循环减轻背痛 让你可以保持良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孕期是可以做运动的 而且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哦 想想看如果你九个多月都不做运动的话 全身的肌肉应该都松弛一大半 不管是对于顺馋还是馋后修复都会更加的困难 书里提到比较适合的运动呢 有跑步快走散步骑行游泳普拉提瑜伽等等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 那当然也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适量做了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散步和游泳 每天傍晚有时间的话呢 我都会去散步 然后加上大约一周两到三次的游泳 我个人本身是很喜欢游泳 加上游泳这个运动是可以借助水的福利 帮忙支撑身体 做完这个运动呢也比较不会那么的累 只是要比较注意游泳管的地板会湿滑 走路的时候呢要多加小心 这个问题呢我想有很多孕妈妈 那应该也有纠结过 而且预定的时间是 尤其像是那些有经验的月嫂呢 更是超级的抢手 如果是在国内呢 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大多 还是请月嫂来家里 一个原因是月子中心算是 我们那边比较晚才发展起来的一个行业 那在泉州这样子的城市呢 可以选择月子中心也并不是很多 而且价格普遍都比较昂贵 另一个就是大家的普遍概念认为 在家里会比较舒服 那老一辈的家人呢就会觉得 去月子中心是花冤望钱 请月嫂来家里呢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如果又刚好是跟家里的老人一起住的话呢 还能帮忙搭把手也会比较的放心 但是在马来西亚我们所遇到的朋友中 好像就是各参办的一个情况 有去月子中心的也有请月嫂的 而且冰城和吉隆坡的价位也不同哦 我有去了解过吉隆坡啊 雪兰儿的月子中心价位通常都在一万五 然后到两三万不等之间 如果是请月嫂的话呢通常是一万上下 但是不包括自己要另外买的食材啊 等一系列的东西 我觉得是可以根据自己家里的情况来衡量的 因为我们是两个人自己住在雪兰儿儿 虽然过后婆婆会来帮忙 但是衡量过后还是觉得去月子中心 比较省事又轻松 那老公如果有工作要出门的话呢 也比较的安心 而且现在月子中心也很讲究月子餐的营养搭配 还会教你各种育儿知识 在那里呢我应该也可以休息的比较好 有关注我的粉丝朋友们呢 应该都知道我们家有一只很可爱的乌迪小土狗 在得知我怀孕过后呢 我家人其实很担心我跟乌迪接触不好 都会一直劝我不要跟他太靠近之类的 其实怀孕期间不能养宠物这个观念呢 真的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尤其是老一辈都会认为怀孕期间就要把宠物送走 不能相处在同一个空间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观念呢 有很多宠物就这样子被遗弃 在我看来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大家最害怕的还是宠物身上 会携带一些我们看不见的病菌 然后传染给孕妇影响到宝宝的发育 那其实孕妇呢应该要注意的是 如果被感染呢 宝宝很有可能也会感染上先天性的工虫症 严重的话呢还可能会流产 那重点来了 工虫症到底是通过什么样子的渠道传播病感染的呢 食用生肉或没有完全煮熟的肉类 特别是猪肉羊肉和鹿肉 运输或接触生肉或生的内脏后没有清洁双手便放到嘴里 第三接触猫粪便或接触被猫粪便沾染的物体 总结来说就是不要去吃任何未煮熟的肉类 如果双手有接触到生肉呢 一定要清洗干净了之后再去吃饭 不要去接触猫的粪便 所以尽量在怀孕期间呢 不要去接触宠物猫狗的粪便 让老公去帮忙收拾家洗干净手就好了 但其实如果你家的宠物猫狗呢 都接种过了疫苗 平时也没有去外面接触其他流浪猫狗的话呢 是不太可能会携带公形虫病毒的 如果大家实在是很担心的话呢 可以带自己家的宠物猫狗去宠物医院进行一个检查 那孕妈妈呢也是可以在孕早期做一个公形虫症的一个检查 那除此之外 你想要跟宠物猫狗有多亲近其实都没有关系 有一些聪明的狗狗呢 你嗅得出来你已经怀孕了 反而会对你更加的体贴 我是不知道我家乌迪知不知道 但我时不时就会跟他念叨说 以后家里就会有个小朋友啊 你要好好爱护他 那我们也因为乌迪实在是太会掉毛 所以就提前把他的家搬到了室外 并教他如果你要进门的话呢 要等指令才可以进来 那目前他其实已经适应得很不错了 以上这些呢 其实是目前为止我所遇到的 关于怀孕生子期间的各种观念差异 大家如果有不同的看法 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那希望我这些小小的分享呢 也可以帮到跟我一样的孕妈妈们 希望大家呢都是可以顺顺利利的生产 我是一号鱼木这一集的内容就到这里啊 记得订阅分享按赞 也不要忘记关注我的IG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及时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我是一号鱼木